与日交新行政院农粮署从108年起与日本签订合作备忘录 提供台湾的水果作为日本学童的营养午餐水果 至今已经有一万名的学童受惠 而今年台日水果交流的压轴将是由台湾的香蕉单纲 将出现在日本辞成县的八个市丁 总计有两万五千名学童的餐桌上 期盼深耕日本拓销台湾农产 刺破气球台日关系更紧密 农粮署署长胡忠一开心表情藏不住 因为台湾香蕉将会让更多日本学童吃到 感谢知情易于言表 因为自108年起与日本赤城县利坚市签订合作备忘录后 台湾水果就陆续出现在日本学童的餐桌上 一开始提供一万名学童享用台湾香蕉 今年扩大到两万五千名 还指定必须通过产销履历plus验证 台湾水果作为血统的营养午餐 包括凤梨芒果文旦等都让日本学生印象深刻 现在台湾正值秋冬交产期 果实香甜且口感扎实 因此今年水果交流的压轴 轮到香蕉登场 已经登上全世界的这个殿堂 让日本小朋友和日本的国民 一定要供应日本学校午餐的一个水果 拍摄日本版宣导影片 扩大行销 希望借由饮食文化 将台湾食农教育深耕日本次世代 记者苏世伟陈寅云 屏东采访报导